这期视频要讲解的是immunity的分类 那眼前看到的是有active immunity跟passive immunity 那我们这边的区分方式呢 就是取决于我们的身体能不能合成抗体 如果是active immunity 就代表我们可以主动合成antibody 来对抗pathogen 那如果是passive immunity的话呢 就代表我们的身体是没有 办法合成指定的antibody 必须要通过external source外来资源来获取antibody 所以感觉像是被动获得这些antibody 所以大概了解了他们的区别呢 我们这就开始今天的视频 首先来介绍chicken box 那大多数人应该有出过水痘嘛 对不对 那你就会发现到当你出过水痘了过后呢 之后哪怕你再接触到有出水痘的人 你也不会再得水痘了 这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认识了导致水痘的pathogen 可是到底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呢 OK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重点 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你得水痘的那个过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OK 首先呢导致chicken box的这个pathogen呢是一种virus 它说带状泡疹病毒 有点怪怪的 我们就通称为virus OK 水痘virus啊 好 所以这个水痘virus呢 OK 它感染的机制跟一般的virus是类似的 就是用它表面的那些看起来像是glycoprotein glycolipid的地方 和body cell的glycoprotein glycolipid的地方呢 connect 然后呢就出现bub body cell误以为它是自己的人 然后它就把它带进去了 就body cell是有点比较笨笨的感觉 不像白细胞这样 OK 所以呢这个水痘病毒呢 成功进入body cell过后呢 就利用body cell帮它制作更多更多的病毒 然后当这些病毒集体离开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个body cell给搞死了 因为把它的就吃饱打饱 就把它的这个plasma membrane也带走了 所以body cell就离失了 OK 那当这个virus在这么做的时候呢 其实在到处游荡的virus 也是有很高的机率 会被我们的白细胞给捕捉到 我们的白细胞是还是可以知道 这些是敌人 可是它可能不知道它是谁 因为大家从来没有遇过水痘病毒 所以现在呢我们出现了白细胞 这里特别介绍dendritic cell OK 因为它在这个环节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那dendritic cell长这个样 OK 重点来了 就是dendritic cell 意外捕捉到 应该说它 还是能够辨识 这个水痘virus不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人 所以它就把它吞噬了 那吞噬好过后呢 它还是会去消化它 分解它 然后把它部分 把这个水痘virus的部分 antigen呈现出来 可是这一次就有点可怜 没有memory 好不提早过来跟它结合 因为大家都没有认识 大家都不认识这个水痘病毒 因为没有看过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dendritic cell也很郁闷了 它找不到 harperty cell来跟它结合 所以呢 dendritic cell呢 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不断的 matching OK 它可能会到处去啊 可能去limnode 或者去其他地方 找不同的 harperty cell 看是否有机会 跟它结合 那这边我们就要来 稍微介绍这个过程 那 所以我们之前说 harperty cell Dotoxic T cell跟plasma cell 在完成使命过后呢 就会被这个 suppressor T cell给抑制 然后可能把它们给杀死嘛 那 然后剩下的就是有memory cell罢了 可是呢 其实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淋巴细胞呢 是还没有上岗的 我们把它称作naive OK naive T cell 它们还没有正式上岗 也就是说 它们还没有机会成为memory cell 就是全部都是 大学生刚刚毕业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已经呈现出水痘病毒 antigen的dengritic cell 就过来了 它就过来找 哎呀 你们有水认得这个东西吗 你们知道是 这个是什么病毒吗 什么antigen吗 你们谁可以来帮忙啊 所以就过来 就是一直不断地 跟Helper T cell 做一个matching OK naive的Helper T cell 来做一个matching 然后呢 在过程中呢 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终于找到了 那我们的身体呢 它是非常的一个神奇的 就是虽然我们真的 没有遇过这个水痘病毒 可是其实我们身体的 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基因库 对不对 它其实已经帮我们准备了 我们的这些Helper T cell 它还是有办法去做 还是有办法去辨识到这些病毒的 只是因为从来没有用过它 所以在找的过程呢 是相当的困难的 所以呢 找了Helper T cell过后 然后Helper T cell又要再去找 相当的Helper T cell 还有Helper T cell 还有Helper T cell 还有Helper T cell 所以呢 在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的过程中 好不容易 OK 终于 group together了 OK 所以就变成我们之前在 Third Line Defense提过的机制一样 OK 找到了一整Cell过后 那我们的这个Helper T cell 它就通过Present的这个antigen 然后呢 就跟Helper T cell结合 那接下来这个APC呢 就会释放这个Helper T cell 然后让Helper T cell火化 那Helper T cell火化 这一次这个naive 正式上岗的这个Helper T cell呢 它就会一分为二了 然后这次它会分裂出Memory T cell了 因为正式上岗了 OK 有一个执照Memory T cell出现了 然后这个Helper T cell呢 就会分泌这个Helper T cell 然后去激活 好不容易找到的Cytotoxic T cell跟B cell 那这些Cytotoxic T cell跟B cell 又会被激活了 过后又分裂分化 然后这一次也终于形成了 相关的Memory Cytotoxic T cell跟Memory B cell 所以呢 现在正式运作的Cytotoxic T cell 就去找那些被感染的 被水痘病毒感染的细胞 然后呢 去释放Perferrin 让这些Invented Body Cell 离止 而接下来 B cell它分裂分化形成Plasma cell 过后呢 它就制作出了特定的Antibody 来去针对那些水痘病毒 而这整个配对的过程呢 其实是相当耗时的 所以在这段期间 你的身体会在干嘛呢 它就一直在生病 可能就发烧啊 然后身体就一直出水痘啊 就是一粒一粒的东西啊 让你狠养 整个人超级无敌不舒服的 很遗憾你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里面不是它不作为 而是它正在努力的去寻找一整套的 Hurbo T cell Satotoxic T cell 跟B cell 而当它一旦找到了过后 Pay就是已经 已经凑足 重要的人员了过后呢 很快了 你的身体的这个 这个状况就会改善很多 你就发现 有一天就突然康复了 因为呢 已经找到了 Hurbo T cell Satotoxic T cell 跟Plasma cell 来对付那些水痘 virus 然后最后 水痘 virus被移除 从你的身体 Remove的 你再也没有 你的身体里面 再也没有水痘病毒了 然后这些细胞也攻城渗退了 最后只留下 Memory cell 而有一天 你已经康复了过后 然后有一天 你遇到你的朋友 他正在出水痘 然后呢 这个水痘病毒呢 又再次到访你的身体 可是这一次 它还没有机会 作为作福的时候呢 你的同样 这些进入的病毒 这些水痘病毒 对不对 还是被你的任何一个 吞噬细胞给吞噬掉 比方说 Macrophage Dentrated cell 又或者是B cell 吞噬了这些 水痘病毒过后 然后把他们的antigen 呈现出来 称为APC 可是不同的是 这一次有了 Memory cell了 很快的 就可以matching成功 然后很快的呢 就可以激活这些 Memory hyperbate cell 让它分裂 分化 然后又再去激活 T cell 还有B cell 然后很快的 就可以把这些 水痘病毒给 杀死了 所以他还没有机会 他可能还没有机会 发扬光大 然后他就已经被杀死了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你再也不会得水痘了 因为这个病毒再次入性的时候 就被你的身体的 Memory cell给移除掉了 OK 好 那这样子的 Immunity 是属于哪一种Immunity呢 OK 很明显我们的身体 已经能够自己合成 Antibody了 所以它属于Active Immunity 而你在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 是天然的 你就是通过生病 OK 但就是天然的生病 然后获得这个免疫力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 Natural Active Immunity 天然主动免疫 OK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的生病呢 都是在认识新的Pathogen 然后我们只要克服了过后呢 我们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 就更好 更进一步了 可是呢 不剩所有的疾病呢 就可以换来一套完完善的 这个Helper T-cell Satotoxic T-cell 跟Plasma Cell 很有可能 当你还没有准备好 你就已经死翘翘了 有些病呢 它可能非常的致命 所以有时候 我们不能只依赖生病 比方说这个天花 那天花曾经是以前 非常 就是 听了 就是非常可怕的一种 传染病 OK 它其实是由病毒导致的 它叫由这个天花病毒导致的 而它的致死率非常高 所以以前的人呢 就是 他 当然这个天花就已经摧毁了 好 上亿的人口了 就是上亿的人被 被这个天花夺走性命 OK 一切有人呢 是可以从这个天花康复 然后呢 从此就认得天花病毒 然后再也不会染上天花 但更多的人呢 是因为感染了这个疾病 就直接拜拜了 与世长迟了 OK 所以呢 以前的人都很痛 很头痛啊 不懂得讲 去解决这个天花病毒 然后后来呢 就在世界各地 世界的各个地方呢 都发现到一些现象 OK 比方说是中国的话呢 OK 我们比较出名的 这个抗天花的 这个历史人物呢 就是康熙了 然后呢 他们就有发现到 种过这个天花过后呢 就不会再得天花了 所以他就觉得 与其你得到天花 然后你在那边等死 你不如提前来 提前来得天花 感觉有点别扭哦 就是不要再 总之 重点就是让你提前得天花 可是呢 在提前得天花的时候呢 好好地照顾你 可能只是让你 不要直接接触到天花病患 可能只是拿一个 天花病患穿过的衣服 再让你接触一下 所以你那个时候 接触到的病毒 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你的确会感染 可是你可能 不会那么痛苦 可是 当然 这个方法 还是很 没有效果的 还是很多人 就会死掉 因为 这个天花病毒 真是太可怕了 OK 而在这个西方的话呢 就有一个更出名的 这个故事啊 就是关于 种牛痘的故事吧 OK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 那个科学家 那个医学家 我已经忘记他名字了 总之 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他发现 他发现呢 在天花肆虐的情况下呢 那些挤牛奶的女工 却不会患上天花 然后呢 他就去了解 为什么咯 然后呢 这些女工呢 就说 他们曾经得过牛痘 然后得过牛痘的人 就再也不会得天花了 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牛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 Pathogen啊 Antigen的概念呢 他只是在想 诶 种了牛痘 就不会再得天花 那如果我让这些人 提前种牛 提前得牛痘 那他是不是之后 就不会染上天花了呢 所以他就开始进行 一系列的实验 当然这个实验过程 也是蛮艰辛的 因为 就是要进行 活体实验嘛 所以这个故事 你们可以自己去 再去搜索 总之重点就是 他成功发现到了 他进行了这个 Vaccination 疫苗接种的 这个方法 他从那个 种牛痘的女工那边 从他们那个 那个牛痘的伤口那边 提取一些东西 那个农业 然后呢 移植到这个 小男孩的这个身体 然后呢 这小男孩就得病了咯 因为他身体也没有 得过 没有接触过牛痘病毒嘛 所以呢 他就患上牛痘了 可是呢 因为牛痘呢 他的这个病毒 自死率不高 所以他很快就康复了 而之后他康复了过后呢 他就 这个 呃 医生就发现 这个小弟弟呢 就再也没有得过 天花了 所以他就发现到 也许 这个牛痘 跟这个天花的病毒 是很 就是导致他们的 导致牛痘 跟导致天花的 这个 病原体呢 其实是很类似的 所以 慢慢的 随着这个 时代的 变迁呢 现在 医学越来越发达了 然后人们最终就 把这种行为 称作 疫苗接种 也就是 提前获得这些 致死率很高的 Pathogen 然后呢 去处理它 要么就是杀死它 只留下一个 没有生命的 这个 没有繁殖能力的 这个Pathogen 又或者是 弱化它 压制它的毒性 又或者是呢 提取它部分的地方 然后呢 把它合成一种药剂 然后注射到 人体内 那我们把这个过程 称作Vaccination 那它的机制呢 跟刚才所说的 Natural Active Immunity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呢 同样会 把这些 外来入侵者 当成是敌人 然后呢 Dendritic Cell 就出现了咯 把它们的 antigen present出来 然后又再去找那些 Helper T Cell Memory B sorry Helper T Cell Satotoxy T Cell 跟V Cell 过来 就是组织一整套 这个Lynfosite 来对付那个 弱化的Pathogen 当一切准备就绪 然后有Memory Cell 过后 哪天 当我们真的遇到了 那一个Virus 它进来了过后 我们就很快 就可以把它给 recognize了 因为你有发现到 关键吗 就是这些Pathogen 我们一开始注射的东西 本来就是这个Virus的 改装体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 认识到这些Pathogen了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Bug 就是在玩规则游戏的感觉 这样 OK 所以讲到注射疫苗的话呢 我们可以单单看这边 就发现到我们出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被被迫打很多很多针了 那有些甚至打不止一针了 好像比方说这里就有Dose 1 Dose 2 Dose 3 所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有些这个Virus 我把这些弱化的Pathogen 或者是死掉的Pathogen呢 这整个东西称作疫苗Virus 那因为有些这个Pathogen真的是太致命了 所以呢 我们不可能一来就给你接触这么强的这个Pathogen嘛 那你也可能会这样死掉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中国 他们对抗这个天花的方式 就直接让人接触到天花病毒 结果致死率也是很高 所以有些Virus呢 它是非常非常弱的这种Pathogen 所以它一开始可以generate的这些Memory Cell 一定很少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第一次的注射过后呢 它的immune response是很低的 它只能做出很少量的antibody 是远远不够他们应付真正的Pathogen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要给它来个第二针 OK就好像我们那个COVID-19 打了一针不够再打第二针 其实就是因为担心 我们还是无法制作足够的Memory Cell 所以它就打第二针 让我们身体有着足够的Memory Cell 来对付这些Pathogen 所以就有所谓的Dose 1,Dose 2,Dose 3 OK 而当我们哪一天真的遇到了这些Pathogen过后 一样的机制咯 就有APC 然后有Memory Halper T cell 然后分裂分化 然后释放Inter-Luking 来激活那些Memory Cytotoxy T cell跟Memory B cell 一样的机制我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这一类呢 它同样是属于Active Immunity 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有这个制造 有Memory Cell 然后自己制造antibody的能力 可是这种患病的过程不是天然的 不是你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得病的 而是人为导致你得病的 所以它是属于Artificial Active Immunity OK 人工主动免疫 好 所以这边我们大概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Natural Active Immunity 跟Artificial Active Immunity 所以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让身体认识这个病毒 病原体 sorry不是病毒 是认识这个病原体 然后准备好自己一套的Lynforcyte来对付它们 只是Natural是在自然的Infection情况 而Artificial呢 则是通过注射Vaccine 让你遇到的Pathogen 让你遇到的这些Antigen 也是弱化的Antigen 弱化的Pathogen OK 那有些时候呢 人总是有一些 无法自己合成Antibody的时候 又或者是意外发生的时候 所以如果只靠Active Immunity的话呢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有讲过了 在我们的身体寻找那一套Lynforcyte的时候呢 剧情耗时很长了 OK 至少7天的时间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等到这7天的 因此呢我们需要用Pathive Immunity来补足这方面的缺陷 所以比方说某些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期 我们真的是没有能力制造那么多的Antibody的 就是当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时 OK就是怀孕的期间还有刚刚出生的时候 那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力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也无法自己制造这个Antibody OK 所以如果还是在妈妈的体内的时候呢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哦 就是有通过Placenta胎盘 那在这个Placenta呢 我们就是孩子的血呢 跟妈妈的血呢是没有直接接触的 它就有一层膜 OK 有一层membrane 然后隔绝了妈妈跟孩子的血 这些物质的运输呢 全部都是取决于那些Gaseous Exchange 然后Exchange of Nutrients and Waste 就好像我们的细胞如何从Tissue Frit 得到氧气跟营养的方式一模一样 在Placenta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通过Diffusion或者是Active Transport 来交换这些物质 所以呢 血没有办法直接结束 可是有些Pathogen却可以趁虚而入 还是可以通过 因为这个它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 然后这个Virus呢 不是不是Virus 一直讲错了 这个Pathogen就可能会趁机的进入到 Baby的体内 因此Pathogen可以进来 那我们就一定要Prepare这个Antibody 让Antibody也可以进入到胎儿体内 来解决掉那些不小心进来 不是不小心特地进来的这些Pathogen OK 所以比方说这里有五种五个class的Antibody 那我们优先可以淘汰IgM跟IgA哦 它们是比较大个的 是绝对不可能穿过Placenta 这里呢我们要介绍的是IgG OK 这个class是唯一一种 它足够小到可以穿过Placenta 然后进入到胎儿体内保护胎儿 而当婴儿出生的时候呢 它就哭得很大声嘛 因为呢它感受到 开玩笑 它其实是 其实啊 我现在在胡扯啊 它会哭这么大声 是因为它感受到外界有一堆的Pathogen 我觉得正在要准备攻击它 所以它很害怕 感受到这个世界 深深的恶意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及时提供胎儿 sorry已经是出来了 不叫胎儿了 出来了就叫 呃呃这个婴儿哦 所以就要及时提供婴儿 Antibody 那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母乳 所以就是妈妈的这个母乳呢 特别是出乳Colostrum 是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这个Antibody的 然后呢 通过摄取母乳 那胎儿就可以 sorry又是讲胎儿 婴儿就可以得到Antibody了 来对抗企图入侵的Pathogen OK 好这边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 诶这个Antibody是蛋白质吗 它进到胎儿的 诶不是讲错了 这些Antibody它进入到婴儿的体内 不会被消化掉吗 但是这个婴儿呢 它的消化道呢 还没有那么的完善 所以呢 关于这个Antibody的呢 它的这个摄取呢 它并不会直接被分解掉 反而呢是通过打包 OK 打包的方式 通过Endocytosis打包 然后带进我们的这个身体内的 就不会直接分解掉Antibody OK 所以这一类的immunity呢 你可以发现到了 这个胎儿或者婴儿本身 并没有合成相关的Antibody 靠的都是妈妈 所以我们把这种属于 我们把这种immunity称作 Passive Immunity 而它是属于natural的 OK 天然的 就是在 正常的情况下 它就是哺乳动物 为什么叫哺乳动物 就是因为 哺乳动物的雌性呢 生了孩子过后呢 孩子一定会 然后这个妈妈呢 就一定会提供孩子 这个奶 不可以叫牛奶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哺乳类动物 就提供孩子乳汁 而提供乳汁呢 除了是提供营养的同时 也在提供着Antibody 让他们当这些孩子 可以更好的 对抗外来的这些Pathogen OK 那当我们长大了过后呢 我们呢 就开始有自己的Immune System 然后自己合成Antibody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Active Immunity 来获得这些免疫方式了 然后渐渐的 我们就不会再依赖 Natural Passive Immunity了 OK 那当我们大了过后呢 又会有一些特别的意外呢 导致我们急需Antibody 比方说 插到铁钉的时候 插到铁钉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去打一个破伤风针啊 那你打这个破伤风针呢 不是疫苗来的哦 是Antibody 来直接对付 会导致破伤风的细菌 所以要打针 那如果被狗咬 那你要打针 那被蛇咬 你也要打针 那如果你想出国旅游 你也需要打针 特别是去非洲哦 所以这里的针呢 的内容 的这个成分呢 跟刚才的Vaccine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 这一次打的针呢 里面的这些 液体呢 是属于Antiserum来的 Antiserum呢 叫做抗血清 那我们呢 其实这里加这个Antiserum 只是要突出 它作为含有Antibody的 这个重要性罢了 那正常性 它其实跟Serum 没有什么差别 而Serum本身呢 就是血清 那之前我们在介绍 血的成分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 如果把 就是它主要分成两种类 就是你可以看到 有Plasma跟Cellular Component 就红细胞 白细胞 跟血小板呢 是属于Cell Component 然后呢 Plasma呢 就是那些液体 我们没有介绍过Serum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正式来介绍一下 Serum到底是什么 首先看这边 字面上的解释呢 就是说 要准备Serum的话呢 是首先先抽血 抽血了过后呢 会放置 OK 就不会去干扰它 放置它一段时间 而里面的血呢 最慢慢的凝结 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看到的那种血包 它里面的血之所以 不会凝结呢 其实是我们人为 添加了这种抗凝剂 Anticoglent 只要我们添加了 这个Anticoglent呢 我们的这个血呢 就一直保持它原有的 初始状态 就不会凝结 那一旦我们没有人为 夹这些东西呢 久而久之这些 血细胞呢 它就会被凝结在一起 因为有这些 Clotin factor Protrombin 还有这个 Fibrin Nogin group在一起 一起把血给 凝在一起了 而平时这些 而平时我们血液 在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 不会这么做呢 是因为我们有 Besophil 不断地在分泌 Heparin OK 不断地在 Fermin Heparin 就是阻止我们的 Clotin mechanism发生 可是呢 当我们抽出血了 过后呢 我们可能 搞那个阶段 没有Besophil 来分泌 Heparin 或者是Heparin 就这样子不够了 或者是数量太少了 所以就导致了 那些Clotin factor Prelix Protrombin 他们就开始工作了 然后就把Besophil 锁在一起了 而Serum 就是要这样的方式 OK 就是当这些 血细胞 凝结在一起了 过后呢 然后我们再让它 进行Centrifugation 离心 然后离心了 过后 那些Clotin的东西 就全部Settle down 然后上面的 那一个上层液呢 就变得更清澈 透明了 那这个东西 就叫做Serum了 而Antibody呢 并不会因为 Clotin的过程后 被带到 那个Black Clotin那边 它会留在Serum 所以这个Serum 就是我们所要的东西 就是刚才 打了那么多 打了那么多 支针里面的 那个Serum来的 那个里面的液体来的 OK 所以我们这边 来谈一谈 为什么要这么做 OK 可能学生会有好奇 为什么一定要让它Clotin了 过后才注射这个Serum 不可以注射Plasma OK 那首先呢 Plasma的话呢 它有这些 Clotin factor Protrombin 它注射去咬过后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些Anti Serum的来源 不一定是人类 OK 它可以是不同的动物 好像你被蛇咬 那你就会拿蛇的血清 因为你被蛇咬的话呢 这个蛇它不是通过Virus 或者是它的蛇毒 不是Virus 也不是Pathogenide的 它其实是一些Toxin 然后让你的身体的一些Metabolism 无法进行 所以这样的Toxin呢 其实也存在在蛇的体内的 所以蛇呢 它具有这个Anti Body呢 可以去对付它们 然后阻止这些蛇的毒素 在蛇的体内作怪 那只要我们被这只蛇咬了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只蛇带来 然后呢 我们取它的血 然后呢 让它处理过后 获得它的这个Serum 然后注射进我们的体内呢 那我们就可以达到解毒的效果了 那如果我们保留这些蛇的那些Crotin Factor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话 很难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 可能会让我们过敏啊 或者是让我们更加不舒服之类的 所以呢 尽可能要去除掉这些危险性 所以呢 就把这些不必要的Protein给移除掉 记得咯 Crotin Factor Prothrombin Fibrin Nogin 其实都是Protein来的哦 所以它们是很容易会让我们身体误判它们是敌人 然后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所以用Serum是最好的 那包括那个出国好像去非洲 那为什么这边讲到出国去非洲呢 我们需要打针 是因为呢 非洲呢 它们比较特别哦 这是一个不同的大陆嘛 所以那里有着它当地的特产病毒 特产的Pathogen 所以如果你就这样冒冒然的去到了非洲 那你可能一下飞机就被那边的Pathogen热情拥抱 然后呢 你就生病了 那你要去那边工作去去那边玩 结果就变得去参观人家的医院了 医疗设施哦 所以呢 在去之前呢 我们就需要注射这个Antiserum OK 然后呢 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就有了这些可以对付非洲病原体的Antibody 那我们去到非洲 这些Pathogen一起图进入 然后就被我们体内这些暂存的Antibody给解决掉了 那问题来了 那我们要去非洲 我们注射的这个Antiserum 它的来源是来自谁 那答案就是非洲人的血液哦 因为非洲人在那边它已经生过病了 所以它有办法 它的这个细胞能够分泌这个Antibody 那可能觉得很奇怪 不是说已经把这个病毒解决掉了吗 把这个Pathogen解决掉了 然后这些Pathogen死掉就不会再工作了嘛 那其实呢 我们的身体还是会Prepare这些少量的Pathogen 一直Continuously合成 合成这个Antibody 就是在做一个巡逻的工作 所以就可以更快 以便更快的来解决那些企图入侵的Pathogen OK 好 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个总结哦 就是说当我们注射Antiserum的时候呢 请问这是属于哪一种Ammunity 那我们并没有从中学习如何制造Antibody 对吗 所以它算是一种Passive Immunity 而这一次不是天然的行为 OK 不是属于那种母爱的行为 而是特定去 特地去打的 所以呢 它就属于Artificial Passive Immunity了 OK 所以我们这边就简单做个总结哦 Active Immunity就是我们身体 通过认识病原体 然后学习自己制造Antibody来对抗它 而这个过程相当耗时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依赖Pathive Immunity 直接获取Antibody 通过外来资源 那感觉这个Pathive Immunity 好像更快对不对 可以更快解决问题 可是呢 这些获取的Antibody呢 往往会在一到两个星期内呢 就被分解完了 因为我们的身体 时不时就会去做一个清理工作 就会把那些没有用到的Antibody呢 给分解掉 然后重新回收那些Amino Acid 所以这些Pathive Immunity 获得的Antibody呢 其实都不长久 很快就会消失掉了 难道时候我们身体 又没有学到这个能力哦 所以就没有办法制造咯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让身体 会制造所有种类的Antibody 因为真的有时候是没有必要的 OK 好 所以我们这期视频就讲到这边 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变成了